Layu聊世紀,天氣榮心 大家好,我是Layu 今天來看印度史殘忍對上立陶宛人 這場比賽是軍法山的比賽 OK,軍法山來到了黑森林單挑環節 黑森林單挑非常特別 開局一定要拉村民先去圍架或是打架 那當然也是有不圍架的策略 趕快抱進去,然後升到池袋去 但是這樣打法很容易被對方圍支援 所以大部分的玩家還是會去主動的拉村民去外面 試著打架,還有試著去圍架 那現在立陶宛人開局就等一下要直播技術了 所以現在Hot,藍方這裡的村民是沒有穿衣服的狀態 裸奔啊 OK,這邊衣服重穿好,但是肉馬已經殘血 這一波打起來 Hot有點尷尬 現在這個騎兵的血量太少的話 就意味著自己沒有這個機動性的主動權 要去追殘血的村民或是要卡位 都是沒有辦法去運用的 所以在前期這一隻刺猴在黑森林打架 是事關重要的事情 所以就會看到兩個隊長都會先扁對方刺猴 好,那立陶宛人這邊開局拉了五村過來想要搞事 黑森林開局就是這麼的粗暴 粗暴嗎 好,看起來不只是五村耶 哇,是六村 好,射掉了三頭鹿 三頭鹿射掉之後有什麼打算呢 好,現在Hot沒有打算要理的意思 回去穩穩採資源 拉了野豬 好,射掉 還好沒有減340 好,趕快先把自己的豬給找回來 不然被對方給拿回去就尷尬了 好,這裡又扁到了一拳 刺猴剩五滴 這裡要小心 好,這裡走過來 TC可以射 哇,射一下 立陶宛這裡 躲掉了一些傷害 好,直接手撕模仿 立陶宛這裡沒有打算上封建 好,直接先扁女村民 後面男村民也被包抄 所以繞了更多的人過來 黑森林單挑 往往就是這麼的可怕 好,但如果遇到這種拉村民過來打架的話 那,防守方要怎麼辦呢 其實最好的辦法就是拉一些村民去應對 他拉個7隻,你就拉個3隻或4隻或2村 去稍微看一下他在幹嘛 讓他跟你的村民一直打架 但你的村民大多數還是在採資源的 這個資源總量你不可能輸給對手 而且這邊立陶宛還出現了失誤 會被抓到2村 那由於自己的村民可以很快補到城鎮中心裡 就可以拉血量度的村民過來繼續打架 當然持續打久的話 立陶宛這邊是會越打越虧的 所以這個就是黑森林 防守對方直接村民 爆名流的打法 就是跟他對幹就對了 反正你的城鎮中心 比自己比較近 怎麼打你都不會到太虧 你隨時都可以撤退 隨時都可以 去退出戰場 讓自己村民活下來 這個就跟創業跟投資一樣 你投資股票可以隨時斷投 那你創業的話 去開公司 就很難隨時可以把公司給賣掉 那在世紀帝國裡面的黑森林的攻防戰 就有這麼一點感覺 只要利用這個原則 基本上你就不會輸得太慘 好 那我們看到立陶宛這邊是馬上補下了一些木牆 準備來去把這個地方給圍起來 但是哈特也看到對手回去了 也確定對手開始在圍架 那自己也稍微圍一下 那現在哈特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自己的支援點被圍 路被射掉就算了 反正黑暗也是能種田 先種個田 待會兒要來升職城吧 看起來經濟是要職城 那如果沒有陸肉的情況下 27P 28P再升上去會比較穩定 尤其是前期又有打架的情況下 村民數大概27 28 再升可能會比較容易撐著上去 直撐的部分 好那這邊是選擇了28P 這裡還有一隻野豬沒有吃完 好這邊選擇了28P 哇非常晚的一個P數 那照理來說 哈特的經濟應該是可以27或26就上了 因為他前面有種田 肉類不太會太缺乏 好沒關係我們看一下 兩邊封建石袋怎麼打 那哈特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細節 沒有做得很好 就是這裡的木牆沒有刪除掉 這10個木牆等於50個木頭 好這50個木頭可以拿回去 升級以下科技啊 或者是去蓋個房子 把這個木頭配得再更少一點 然後去把這個肉吃一吃 把它升級就會更快一點 但這個就是細節中的細節的部分 好那哈特這邊 是決定要來打直城 補了一個馬舟 或者上面一個市集 但是立陶宛這邊是選擇了封建打工兵 木側來看的話 有可能是一個塔公公 插塔然後配弓箭手 原則有挖金礦 好這裡一擊伐木也點下了 馬舟 按一下洛馬 先按一下時代升級 4級還沒蓋好 也蓋好4級 TC idol以下 點下城堡時代 那這邊洛馬就可以先按一些了 或是先點個品種 下面部分再稍微維持 看起來問題不大 好右側槍兵 被解決掉了 工兵量產三隻 但是印度斯坦這裡也是按洛馬了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要按洛馬 這只要是因為印度斯坦這時候 能反擊對方的方法並不多 有一些洛馬在的話 也可以比較能應對待會會遇到的情況 但是如果出洛馬的話 遇到這種槍兵加工兵這種策略的話 就會很難一時打得贏 這邊可能還是要上個石牆 或是上個房子 稍微再擋一下 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出投石車或3TC開農 或是插寶反擊 都是待會的一個選項 好這個直接有兩隻洛馬 拿下一村 打得很極限 最後還是成功擊殺掉了 這隻洛馬 反擊 哇 殘血洛馬 又再度拿下 好 兩邊一個對蓋塔 但是現在對手的立陶安的村民 只有一個人在蓋 還是這裡要拉更多村民去蓋一下呢 現在三隻洛馬 一直在後面溜 好 但是立陶安選擇了放棄 印度斯坦這裡沒有拉這麼多村民來蓋 是因為要放棄蓋這根劍塔嗎 這根劍塔不蓋起來有點可惜了 120頭除以2 大概 哇靠真的取消了 大概是55石頭 拿回來這些資源 那如果這邊可以取消的話 就可以來蓋TC了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小小細節 好後面補了一個兵工場 洛馬最後還是被戳掉 工兵也是順利收下 好這裡補了大石牆 但是這裡還沒有補 那這些村民過來之後就很難補石牆了 看要不要後面再補個市集 或者補個房子 距離遠一點 讓對方工兵射不太到 就可以安全的把房子給蓋起來 好那目前對方還在封建時代 封建時代要升到城堡 還需要一點時間 肉依舊不夠 要趕快去灑紅田 不然要多多利用這些黑色你的野味 這個野味多吃一點 像這個地方都還有果子可以吃 但是果子的話建議還是不要 採集效率比較太差 但是有豬 野外的豬還是可以吃一下 好這裡是補了一個工程七製造手 那大家會吃過弩炮 喔這個出頭石車更兇 好家裡轉了一些駱駝 印度斯坦的駱駝攻擊速度非常快速 好家裡補下了 實況的採荒攻 大會應該是要補到100石頭 大會再繼續開TC 哈特這邊的經濟細節配置 配得很不錯 這樣就不會有太多的聰明去過度採一些石頭 但是他就要面臨一個抉擇 3TC上去之後 那要打快攻呢 還是要打駱駝 還是要打馬攻 還是要樹地王打印度火衝 配攻城戰象 配一些駱駝之類的打法 這是接下來 印度斯坦要思考的問題 好這一波進來 所以敲一下木場 立陶宛人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現在時代上已經輸的情況下 經濟也輸 目前是全面都輸的狀況 立陶宛人要反擊回去是很困難的 除非一上去就3TC開農 不然就是挖石頭 錢壓寶 能傷到哈特這邊經濟的話 那就有機會 可以反殺了 但是現在哈特已經有這麼多的工程器 兩台濃炮一台投石車 加力隨時會有駱駝出來的情況下 要暫時往前壓也不太容易 而且還有駱駝 所以這邊可能要變成3TC開農 那最好的辦法就是 正面趕快圍個大石牆 把這個正面給圍死去拖時間 然後自己開農 會更好一點了 畢竟這邊有3個聖物戰 有3個聖物戰的話 立陶宛就可以直接加3攻了 所以這邊就要來看一下立陶宛的抉擇會是如何 到底是要開TC農還是要打強攻 打強攻的話經濟上很容易會越打越劣勢 好 補了一個馬臼 哇 遇到印度斯坦還轉馬臼 這個很大的勇氣 哇還按LOW嘛 好那支援上來說 現在是只能去開一個城鎮中心的 石頭部分在前面 如果立陶宛前面的地區沒有空下來 這裡沒有為大石牆 那就會有點難受了 因為待會的防守面積會變得非常大 要從守這裡到守這裡 然後正面TC這連防 石頭只有一塊 不管怎麼防守 對HOT來說都是比較輕鬆的 只要這塊地區有守住的話 好立陶宛點下來清奇病的升級 鍛造技術也升了 HOT則是轉了一個輪軸 補了一下經濟 現在是雙TC開農 六個人挖石頭 看來是想要出兵壓寶 直接把立陶宛一波帶走的策略 好這邊終於有一隻生鯉 可以幫忙過來補一下血量 好這裡拆除所有的軍事建築物 哇這個偷車砸了一發 洛鎚有點殘血了 好現在木頭量來到700多 HOT應該可以再撒更多農田 還是要繼續補TC 這邊就是轉折點了 好看來是想要補農田 所以是先點下了二級農田 立陶宛這邊則是轉出了清奇兵 順利的擊殺了一台奴炮 好打到這個情況的話 我會比較覺得立陶宛直接轉生鯉科技就可以了 因為立陶宛的生鯉基本上是滿的 你要打救贖思想或是生鯉戰 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所以立陶宛這邊 總應該是要補下更多的修道院 用生鯉配槍兵 這打法可能會更好一些 好但是這邊反而是 印度斯坦被鴨子打的感覺 投死車想要第一時間收掉 槍兵直接上去往前戳 戳掉非常多的駱駝 但駱駝用著自己的攻速加成 直接正面擊破 哈特這邊直接打爛 立陶宛這邊所有的軍事單位 剩下一隻駱駝殘鞋 可以收掉嗎 自滴 哇沒有自滴到 他可能覺得不會被招搶 結果還是被招走了 此戰過後 兩邊的軍力都來到了55開左右 但是經濟方面可不是55開了 現在是67村對50村 但是立陶宛也是3TC開農上去了 哈特這邊也是 好果然是要走一個開農路線 補了二農 開TC 繼續農上去 好本來想要壓寶 但是現在城堡只能補在了這個城門的後面 立陶宛此戰之後 就可以稍微喘息一下 順利再補多一點 會比較安心喔 好那暫時應該不會有大型的打鬥 好立陶宛點下了異攻 喔不是異攻 靈甲技術 點下了異防 哈特點下了跟蹤技術 前程科技 這一波衝過來第一時間是小攻擊 生鋁一刀砍死 OK這邊終於在撿生物了 好第二個生物也在往前搬 用駱駝直接壓制清起兵 生物再放了回去 好三個生物都搬回來了 有前程科技 暫時就不太 不太害怕被招搶 但第二根城堡 看來燒到直接壓在臉上 這裡透過買賣 買了200石頭 花了345塊黃金 直接壓在修道院 跟城鎮中心這個地方 這個落馬一直在搞啊 地基敲不下去 OK這邊蓋寶 但是立陶宛完全沒有石頭 石頭在右邊沒有開挖 好防守路線 生鋁繼續輸出 這樣是雙修道院 出生鋁 生鋁還是有點效果 用招搶到的生鋁 去攻擊後方的生鋁嗎 就是選擇了致敵 好生命快要開扛不住 這裡居然沒有圍房子 但是 立陶宛這邊打的有點 防守不是那麼的好 要看要不要轉一下槍兵吧 重裝長槍兵 還有雨中速度的加成 防止駱駝或是落馬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好 尼斯坦點下了帝王時代 應該有望 可以看到帝王勸退 好這裡補加重裝長槍兵 這一套的經濟已經輸了 五千支援 兩千二對上一千七的支援 一萬七喔 兩萬二對一萬七 五千支援 等於是五個 兩個帝王時代的價格 快要到三個了 好 右邊想要用房子給圍死 但這邊就算圍死又如何呢 HART的經濟非常優秀 而且待會三個生物也沒有辦法很好保存 要是三個生物都放下面的話 就不會被對方給幹走了 立陶宛只要損失這三個生物 可能後期也沒得打 烈提斯跟騎士都不能加攻擊的狀況下 會越打越慘喔 雖然該打印度斯坦 要打出烈提斯可能很困難 還是轉個大槍兵吧 大槍兵 然後配上自己的 火槍火炮 還有自己的生旅戰 都是立陶宛喔 如果不能打騎兵的路線時候 很好的一個選項 不然也可以轉個什麼波蘭義騎兵 不然傷害差了一點 好 招翔 哇 結果這裡有 1 2 3 4 5 6 6隻生女招翔到的關係 進入了CD狀態 這邊 生女壓力會很大 現在只有2隻生女可以進行招翔 城堡 再又蓋了過來 OK 哈爾特果然生帝王時代 轉出了裝甲戰象 裝甲戰象配古拉姆 弱馬 這個打法非常暴力 立陶宛看到 印度神帝王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哈爾特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一波 雖然立陶宛也可以升到帝王時代了 支援量已經夠 但是對方已經升到帝王時代 自己升級還有2分半的空窗期 而且自己一根城堡都沒有可以夾住的狀況 沒有辦法升到後期 也是很正常的 這一波衝進來 基本上就是沒了 只能說是沒了 而且是古拉姆這個單位 古拉姆的話是步兵單位 打槍兵的話傷害也是不錯的 而且還有串燒效果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印度斯坦拿下所有的支援勝利 前期立陶宛拉了這麼多村民區打架 最後的結果就是被哈特 用村民反擊回去 然後殘血往回拉 一隻一隻打出村民差距來 反而進攻了 反變成被進攻的那一方 所以有時候主動進攻 不一定是件好事 防守反擊 可能在世紀帝國來說 還是一個比較容易穩定上分的方法 好了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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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